高雄過港隧道兩台貨櫃車 一前一後往前行駛 外側這輛經過時 硬生生把4.5米限高架給撞斷 整條缸梁 彈飛幾乎斷成兩截 有波及到內側車道這輛貨櫃車 後方車輛通通猛踩煞車 差點閃避不及 索性沒釀成連環車禍 只是也一度造成車流明顯回堵 遠景來到現場 貿雨疏導交通 維持單孔雙向通行 而這起事故就發生 在六號中午十二點左右 駕駛疑似沒注意 才會撞斷四點五米的限高架 警方私下透露 大多外地來的駕駛 不熟悉路況 又或是輪胎器罐太飽 才會撞斷了限高架 今年三月八號 也發生過類似情況 當時還一度造成 交通大打劫 好險這一回沒人受傷 但也呼籲大車駕駛 過港隧道限高四點五米 要經過時 別忘了小心再小心 三零新聞張哲駒 會示範高雄報導 會示範大車駕駛 都會派對 旅行 反正的回憶 這麵不著 可以說 就這麼多 我 可以說